全球冠病疫情加剧 我国进一步加强防疫措施 从明晚起 所有入阵我国的访客 如果出现发烧等症状 可能需要接受检测 那么我国也将对伊朗 韩国和意大利北部的访客 实施入境管制 本地今天新增两起 新的确诊病例 总病例达到110起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从星期三晚上开始 所有通过海陆空 入境我国的访客 如果有发烧或呼吸道感染症状 可能需接受病毒测试 他们在接受测试后 可以继续他们的行程 但是途中必须减少同他人接触 而这个测试 需要花三到六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完成 他们将接到通知 如果结果呈阳性 将立即被送往医院 由于韩国 伊朗 和意大利北部病例增加 从明晚起 过去14天 曾到过这三个地方的访客 将不得进入我国 或在我国转机 违反我国的居民 和长期准证持有者 将接到居家通知 必须在家隔离14天 我国也会暂停 向持有伊朗护照的人 发出签证 在新增的两起确诊病例中 患者都没有到过冠病疫区 其中一名是33岁男公民 同科学院感染群 Wisland Technologies有关 另一人是70岁男公民 入院前曾到过西海岸路的 Fish Mart Sakuraya 寿司店上班 但他没有招待顾客 或处理食物 目前病危人数共有7个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嘉宜报道